詩姨姐 見到你近年也有很多見證 會否宗教對你有些影響 人分觀各方面 其實我覺得我信了主之後 最大的幫助就是我沒有那麼緊張 因為其實在教會上大家的關心 姐妹之間對你很好 你會覺得很溫馨 還有你是有人支持的 如果你不是在教會上 還有你在外面的朋友 當然也會有很友善的朋友 但就不是那種感覺 還有在教會上你聽很多的茶經 從中是得益很多 反映到我們現實生活中的需要 在心態方面有一個調整 如果你很厲害的你可以在 我經常都記住一句說話 聖經裡面有一句說話就是 日光之下沒有身事 這句說話好到不得了 因為我現在提這個比喻可能不是很適合 你們是看貪官 以前的貪官 貪到比皇帝更有錢 但原來在現世代 現在不是很多打貪的 原來他們都很厲害 他們都貪了很多很多 所以我經常都說 為何我們在以前的人做過的錯事 學不到東西 就是因為我們的人性不會改的 我們那個 講得不好聽 是說他要講是一個聚性 因為身體生出來 會有陰暗面 會做一些不好的事 但這件事原來不能改的 因為只要你是人 你就是這樣 所以太陽之下沒有身事 所有的事情都是重複 在做著 每一次 甚麼都在做著 即是那些 你真的要考究以前的故事 再印證回現在 都是一樣 很可惜 即是希望大家有智慧一點 即將聖經裏面的東西 我們套用在現實生活 自己改 改一些不好的東西 亦都希望一些重要人物 看看以前的例子 人家做錯事之後 會有甚麼的效果 不要再去重討伏切 嗯 今天其實聽思琦姐講了這麼多 都得到很多智慧 不是 自己人沒有智慧 有的有的有的 好 多謝思琦姐 多謝